最近福建舰海誓的高星画面皮上热搜 这艘亚洲最大战舰外形美观 航行姿态平稳优雅 即使做安德森回旋也波澜不惊 这不禁让人想到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海誓 它就像磕头虫一样 不断向两侧抬出大浪 以至于尾流变成了鱼骨型 有人说这船没有球匕首 高速下就容易点头 但有人反驳 古今中外没有球匕首的战舰不胜枚局 怎么不见他们磕头 既然如此本期 我们就来讨论这种鱼骨型伪流的成因 首先来到某离夜局的水上储木场 只见一个摇摇艇正忙活着将木料推向岸边 该挺螺旋桨在船底前部 可随方向盘同步偏转产生矢量推力 虽然它马力大动作灵活且耐波性很强 让人越开越上瘾 但也会因此乐极生悲而侧翻沉默 害得离夜局一架吊送木料的S-64起重直升机 隔三差五就要飞过来打捞它 那我们就以这种摇摇艇为研究对象 观察其在波浪中的运动 当小艇正跺前进 遭遇浪向较为180度 成营浪状态时 从前方看 船身会受到波浪的横向扰动 出现左右倾斜的横摇 并伴随左右位移的横摇 以及船头来回偏摆的手摇 再从侧面看 发现船身随着波面不断升降 会出现前后进退的重大 同时做上升下沉的垂档 并且在发生垂档时 还伴随点头抬头的纵摇 在这三摇三档中 我们需要研究纵摇和垂档 因为这两个动作 往往形成偶合而互相诱发 是航母穿浪时 大幅磕头的主要原因 此时 河面上有条船正驶向出海口 它目前处于正伏状态 重心G和浮心B 在同一千垂线 而船身的水面线 所为呈面积的行心 被称为飘心F 如果飘心在浮心之后 那么该船刚进入大海时 由于浮心的浮力增大 而推动船身上浮 导致出水部分的排水重量 被作用在原飘心F处 以此来抵消掉浮力的增量 这就导致纵向出现力矩 推动船身绕着 当前飘心旋转开始尾轻 在抬头中 原飘心处的排水重量 又不断向浮心所在的 千垂线转移 达到某个尾轻角度时 浮力和重力 正好贡献抵消而静止 因此 飘心在浮心之后的内核船 进入大海会出现尾轻 如果该船在海上配平后 又跑回河里 则浮力减小就会下沉 导致入水部分的排水浮力 作用在原飘心F处 以此来补偿浮心浮力的损失 这下力举又不平衡 推动船身绕当前飘心旋转手倾 期间 原飘心处的浮力 不断向浮心所在的千垂线转移 最后在某个手倾角度 再次达到浮力重力贡献抵消而静止 可见飘心和浮心的前后错位 是导致船舶在上升下沉的垂荡中 不断受轻尾轻而纵摇的原因 可以想象如果维持B和F在同一千垂线 那么船舶穿过海浪时 虽然在水面起伏中垂荡 但不会因垂荡偶合而纵摇 只会被浪头的附加力举推动点头 因此磕头幅度会减弱许多 那么再看为克兰特号航母的海事 虽然海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滔天大浪 但很可能存在表面比较平坦且分布较为规则 像正弦波一样的浪涌 由于浪涌的起伏有时较大 航母以接近180度的浪向角穿过时 就会上下垂荡 如果该见的飘心过多的落后于浮心 那就会在垂荡中产生较大的轻纵力举 导致它以较大力度不断磕头 但这并不是不治之症 由于飘心的纵向位置会随吃水深度而改变 同时浮心位置又可随见上配载移动而改变 所以纵摇和垂荡的偶合程度 可通过人为调整减轻或加剧 比如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林肯号航母 在汁水深度和重量分布匹配不加时 穿浪航行一样会出现磕头现象